大家好,歡迎來到CC Channel 今天跟大家分享關於葡萄牙房地產的走逝2023年 現在是9月開初,剛剛小朋友開學 大家有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學年 年首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新聞說 歐洲各個國家的市場是放緩 價格開始繼續在下跌 五大國家,丹麥,瑞典,芬蘭,意大利和德國 樓價都有少許下跌 這是第一季的時候,2022年 跟2023年的價格相比有所下跌 反而葡萄牙年初的價格仍然是起硬 繼續不停上升 變得最快是丹麥和瑞典 而丹麥房價一直以2011年以來 最快的速度下跌 房屋貸款成本上升 2023年也在增長 增幅也挺大 建築成本是其中一個大的原因 為何我們樓價一直在上升 是惡性循環 其他歐洲市場的房價在下跌 很大的原因就是惡性循環 家庭難以負擔 超市、超市的帳單、燃料費 其他其他能與價格 也不斷地飆升 利息在上調 也有很大的影響 在家庭成員買樓的時候 也會是一個很大的考慮因素 2023年3月我們看回 大部分人主要在葡萄牙買樓 都是葡萄牙人 部分的交易都是葡萄牙人完成 儘管外國人在這裏買住宅物業 越來越積極 亦花很多錢做生意 例如起樓、裝修 但是他們從來都未見過 那麼多葡萄牙人在這裏買樓 在3月的數據 就毫無疑問面對我們歷史 所有的經濟和金融的不穩定 國家本土購買房屋 創紀錄售額的主要貢獻者 具體而言 葡萄牙人去年購買了15,178間層樓 佔總交易量是93.6% 交易產生了282億歐元 佔總價值是89% 根據統計 2022年該國居民購買房屋 最多是利斯盤、北部或中部 外國人在市場都更有活力 但是他們買的市場是更昂貴的房屋 確實外國人在國內的住宅市場更加活躍 開始在葡萄牙同行中佔了有一席之地 與前一年相比 2022年葡萄牙人進行的交易數量增長了0.3% 而外國人進行的交易數量在這兩個時間 亦增長了20% 總計1萬722個房屋總銷量額11.4% 為最高價值的紀錄以來 外國人進行的房屋銷售價值 在短短一年增加了25% 達到36億歐元 這意味著外國人傾向買更昂貴 最高價值的房屋 而不在購物品牌或豪華住宅 稅收住所位於歐盟外的買家 以最高價格在葡萄牙買樓 平均支付40多萬歐元 是葡萄牙支付的兩倍 這是稅收 其次居住在歐盟的買家 他們平均每一間房屋賣279K 差不多300K 高出葡萄牙人買的樓是56% 在外國人士買很貴的樓 而葡萄牙人大部份的96% 都是購入200K的樓 所以200K的樓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 買本地人的樓最划算 因為你都是購入本地人 你仍然是有市場的 我們講一講這個區域 阿爾加夫 我經常跟大家分享 我去旅行的地方 就是南邊阿爾加夫 佔了四分之一的房屋交易 是由外國人買的 外國人 2022年 17220筆交易入面 佔了36.9% 涉及阿爾加夫的房屋 準管而此 這是自2019年 該是你開始以來的最低值 愛國人 愛國人喜歡在葡萄牙買房 首三名地區是里斯本大都會 佔交易量是兩成的 而中部亦是19% 阿爾加夫的海外資金 投入人是最多的 36億元 歐元入面 44.9% 是由稅務 住所位於外境 它的買家地 這個數字 真的非常龐大 全部都是外來資金 去買阿爾加夫的房屋 可想言之 很多都是Holiday Homes 度假屋 外國人在葡萄牙市 住宅市場動態並不均衡 不同地區的權重差距很大 我之前去旅行 有了一條影片 在下面 就是Madeira的群島 它是一個自治區 所以也感受到外國買家的貢獻 儘管比较小很多 但在Madeira的島 它的總交易量也有7.0% 也有佔7% 其實也挺厲害的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先